请我呼吁社会大众 不要有太过激进 或者是说极端的一些 违法然后暴力的行为 而且现在就是进入司法程序嘛 叔叔不好有女儿算命最新进度 陈修江涉嫌杀害女友也关他 方黎叔叔日前为好友声明 不到一岁的女儿送去保姆家 却因头部严重症疾送医 最终补兴亡胜 而该保姆家当天晚上 被部分网友丢鸡蛋撒名指 我认为现在法医 还没有在二次的复验的时候 我认为我没有办法去乱下任何的评论 但是我是以我听到这个二号的第一个时间 那以我自己的角度 以及一般正常社会大众 听到这件事情的方感跟想法 做一个转述的动作 因为毕竟那么严重 今天我是孩子的家属 我听到说 这是我一个还不太会站的 还美满一岁的小孩 自己走路去摔倒摔成这样 基本上我可能不太相信 我相信正常人也不太会相信 其实孩子的爸 昨天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还有跟我讲到说 听我呼吁社会大众 不要有太过激进 或者是说极端的一些 违法 然后暴力的行为 其实现在就是进入司法程序嘛 然后让警调他们去做一个 合适的处置 大家不要因为群情激愤 还是说不开心不爽 那就去做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 那会造成机关单位 一些困扰 因为我发文的时候 当下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完整 所以我才会在最后晚上的时候 我再另外再多补充 所谓路见不平 并不是说每个人 他自己认为他不平衡 他认为他受委屈 我们就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是说我们真的认为说 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社会 或者是一些相关单位的重视 所以让他一再的 一再重蹈覆车 又是自己的朋友发生这个状况 我们才会决定 就是去做这个动作 我并不代表说我们是无线上康 坦白讲我不是什么艺人 也不是什么政府单位 七六行者那边有推示 你也是有认识那边的 严谨 其实我跟七六行者的这个总召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熟视 也没有说深交 其实我比较要认识的是这个 儿全会 儿童福利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这个王维军 我会跟这个七六行者那时候会有 我会去捐这笔钱 是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太鲁格事件 那刚好里面有很多的受难者 然后其中也有孩子 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个遗体修复 才会跟这个儿全会一起 就是去帮助那边的人 因为可能是我没有帮助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第一时间回报 各司期指目前进度到哪里面 那我就认为说应该不可能 因为看他们不是都还蛮 蛮认诚在做这一套的 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 其实我还蛮震惊的 你未来欣赏凡小孩 会有很多朋友的男生吗 不会啊 而且我现在没有打男生小孩 我都没有对象 你要介绍给我 你不是有对象吗 有吗 有 很明显吗 很明显 那隧道有没有 我没有说 我说他是秘书啊 你这样单身多久 啊 单身是怎样算单身 没有 正式 我一直都不要胡不定啊 我都没有正式的 他女秘书有跟你表白过吗 他不用跟我表白啊 我会确认一下眼神 就都这样 确认多久 确认一年了 他在我这边工作多久就多久了 他要看眼睛要男生 没有啊 现在不是眼睛的蛇 现在是孔雀 看到了吗 嗯 他需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